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90玩具 Poletown Store 赞足播出 有玩PTCGL的线名 可以到Poletown Store购买序号 输入代码SKYLINE 可以享5%折扣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天线 今天带你来说新卡情报三分钟 其实就是宝可准的新卡版本 用简短几分钟的时间 来细说新卡的用途哪些 宝可梦世界赛的Day2 公布了乐园腾龙新一波情报 有着两张新的宝可梦EX 其中包含一张超强的天能 让我们来看看这次又会有哪些新能力吧 那么在进入整体之前 还没定的帮忙订阅一下吧 会员巨制开启了 若想提前知道大纳发展的卡片 可以加入来观看会员先例文章 1.沙漠蜻蜓EX HP310到属性二阶进化宝可梦 他已经只要这只宝可梦在被弹区 不会受到招式的伤害 第一招一斗打130 若希望将这只宝可梦与被战宝可梦互换 第二招一拳一斗一钢可以使用 对手的所有宝可梦EX 各受到100点伤害 这个招式不计算落点抵抗力 目前打带跑招式能量一颗来说伤害最高的 打完后可换上药圈额正义法来消除特性 或是迷你Q 二鬼碰触石面具EX来阻碍对手进攻 甚至推上同样斗鼠性的超假狂斜向战斗场 输出溜界能量同时 还可保护被战区的沙漠蜻蜓X 一颗能量来说可使用佛徒博士的剧本续战 或是玛花拳EX来打个措手不及 第二招虽然能量需求复杂且二阶进化 但配合第一招慢慢累积伤害的话 可在最后关键时刻一次收尾拿了6张加3卡 大二一也出了一张HP60互捧一半的 增加后攻铺场的能力 二铝钢侨龙EX HP300钢属性一阶进化宝可梦 特性 在记得回合 从首排使出这张卡并完成进化时可使用一次 从记得气牌区选择最多两张基本的钢能量卡 以任意方式赋予自己的钢宝可梦身上 招式3钢打220 在下个对手的回合 自制宝可梦的弱点全部消除 来了来了 这进化时就能从气牌区填两个钢能量的特性 不管你今天是想搭起源地雅鲁卡VSTAR 还是想专进玩铝钢侨龙EX 都会是个有能力一战的选择 故注是主要思考如何将能量绿刀气牌区 以及铺场的问题 BG铝钢龙本身HP较高 无法用好友宝分抓出 除了放满大地质龙气跟高级球以外 或许捕获相分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SPEC感觉首选会是完美搅拌气 让钢能量快速率到气牌区 也因为从气牌区填能 即使一只铝钢龙EX被昏厥了 我们也能迅速做出第二只 甚至他没昏厥 也可轻松搭配浮屠博士的剧本续战 钢属性怕火属性的弱点吗 招式效果直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220的伤害也算优秀 这会是除了金属怪以外 钢属性的新希望吗 3.赛富豪 HP130 钢属性一界进化宝可梦 第一招一钢打基本30 这个回合若这只宝可梦从索彩林进化 则增加90点伤害 第二招三无打100点 若希望将这只宝可梦与附加的卡 全部放为自己的白裤重洗 招式一钢能打120的伤害 可无痛投入赛富豪EX当一张脚伤卡拿手 索彩林则是出了张检索两颗能量的 4.永续雄鹰HP130 无属性一界进化宝可梦 第一招两无可以使用 选择对手一只备战宝可梦与将来宝可梦互换 然后心上闯的宝可梦受到40点伤害 第二招三无打120 偏向一个干扰对手节奏的招式 加上能量需求为5 在线开赛能起到不错的作用 5.迷唇娃 HP30 超属性基础宝可梦 招式无需能量可以使用 从技的排库选择制作两张基本超能量卡 赋予一只自己的备战宝可梦身上并且冲洗牌库 超属性的甜人宝可梦 可充牌库填出超能量还算不赖 未来齐鲁莉安对标准后 获取能成为新的超属性启动卡片 作为幼年宝可梦的他 招式无需能量就可使用 并有着同样HP30 撤退无需能量的体质 6.求助灵物品卡 这张卡只有在后宫玩家最终回合可以使用 从自己的牌库选择一张志愿者卡 在个对手看过后将手牌并且冲洗牌库 现阶段除了宝可装置3.0跟落拍棒以外 又有新的抓志愿者物品卡出现 不过只能在后宫的最终回合使用 训练家可依自己的习惯做选择 虽然我觉得还是宝可装置3.0最优劳啦 其实现在有待遇的话 也可做成最初回合就好 说不定还能活化更多牌型 7.百万顿吹风机 XFAC物品卡 将所有对手宝可梦身上附加的宝可梦道具卡 与特殊能量卡 与场上的竞力场全部丢弃 场地吹风机的XFAC版本 除了原本选择竞力场跟宝可梦道具外 因为XFAC强化多了丢弃特殊能量 且不是只有一张而是全部一次丢弃 是个今天不知道放什么XFAC的不错选择 把冲让手支援者 将自己的战斗宝可梦预备在宝可梦互换 然后从排库抽卡 直到自己的手牌满五张为止 这是将新的换位支援者 除了回收系的牡丹跟浮屠博士的剧本 加上前阵子刚出的无例外 这张在换位的同时 也能将手牌补版至五张 可透露在海豚下XFAC中协助全能变身 不过要注意斜法有蓝后 并且换位的效果也在前 所以要先有备战的宝可梦能换位 才可使用并接续后面的抽牌效果 反之就算不能抽牌 只要能换位就能使用 9.反击征服器 宝可梦道具 若自己将三卡的张数 比对手剩余的将三卡张数多 则将附有这张卡的宝可梦使用招式 所需的能量减少一个无能量 这张放到最后面 是因为它曾经在日月出过 能力其实相当的强 在任何一张加上卡的牌型中 都可作为不错的补能量方式 现在黑夜魔灵跟仿华夜灵将自身昏厥 搭配反击征服器 能做出更多变的打法 最后日本也公布了这次 热源腾龙的现开赛奖品 除了基本的参加奖 两种尼莫外 新增的上会赏阿罗拉耶弹术EX 不知之后反中版是否会更进 好的 今天的介绍 你有觉得漏掉什么吗 卡片或想法都欢迎留言与大家讨论 喜欢影片的话可以帮我赞拜托 新观众也记得订阅支持哟 影片结束 拜